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 对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很有亲切感 所以艺术家们把他们的自然形态 通过艺术加工设计成艺术品的造型装饰 是非常优美 紫砂艺术利用隔天不厚的紫砂原料 设计制造出的紫砂头 更能够反映出人们避免与大自然美的结局 紫砂头尤其是紫砂花货的发展 对于疑心的紫砂原料以及历代运营 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和作品是分不开的 一件完美的紫砂花货必须有一完美的创作构思 合理的原料配置 精细的制作技艺 以及涂与火的艺术等过程 这是一个紫砂艺术工作者 必须掌握缺一不可 在创作构思时 首先从形、神、气、韵、金、弓等方面追求效果 比如设计竹为题材的作品 在效果上必须有清秀挺拔感 或秀竹潇洒飘移等竹的特征 比如设计松柏为题材的作品 就有精壮老练、气势横生 松柏苍脆或有生命的魄力 在具体做法上 又必须注意到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整体是指主题的形象 具有气势和神态 局部是指嘴盘和盖 以及其装饰的协调统一 生动别致、融为一体 局部的装饰又必须服从作品的整体效果 重点的装饰必须放在人眼的视线中心 在疏密的关系上 要多而不凡 甚至可密不通风或书中走马 或以剪脱繁等形式 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完美精致 有很多小的不同样的风格 有很多小的不同样的风格 一种就是说这个花果是比较自来型的 就是说想树上啊 搜索啊、花果啊 想送做梅、巴、桃 都可以作为一种题材 来表现自杀的花果物品 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自来型的 完全是象征的 我们叫它是放生形象 但是呢真正从紫杀的花果里面呢 也有很多小的内容 但是我的花果呢 就是说主要是重点是在做那些树章啊 刮火啊、桌戒啊、松中、买巴桃 在这一方面来讲呢 我每一个系列呢 都用我自己的对表作品的 但是在这个对表作品里面 我是怎么样去追求的呢 主要是从金 金呢 什么叫金呢 就是花果要继续它身上的精神 比如说做的精神、梅的精神 对吧 梅的傲伤奋虚的精神 松的参老的精神 就是百树的一种那个那个 经常劳力的一种精神 刮骨的一种 就是说身上的饱满啊 有一种公司的欲净啊 这些呢都是从精神方面的追求 这是从金 还有一个神 什么叫神 神呢就是它有不同神态 比如说你就是说像书章一来的 我做的那个壁从大 它就是有一种势头 这个势头呢它也就身上了 有种壁画的 一种壁画的一种精神气质 所以金、神都要有的 还有一个是气 它的气 气怎么来讲 就是它的气度 和它在那里的真命的脉络 就是要有一个人关系 要有一定的起子出来 移心的紫砂原料主要有 鱼、本山绿鱼、红鱼三种 它们以天然的矿物 组成运藏在岩石和普通淘土的家庭中 固有岩中鱼或泥中鱼之称 这三种鱼可单独使用 也可根据需要进行互相配处 可呈现多种颜色 由于原料矿区和矿层中部不同 背景的不同 以及烧成时的温度气氛的变化不同 所以紫砂头的作品更为精彩 分别呈现天青色、绿色、深紫色、粿鱼色等色 共有鱼而不岔、红而不焦、绿而不嫩、黑而不墨、灰而不暗的高颜色 紫砂花货的成型制作方法和紫砂其他的各类器皿成型方法基本一样 但在创作自然形象造型时 以瘦身筒加捏腹的方法制作之雏形 然后加以胶露、捏塑、堆切 再加固件装饰 紫砂头生产中不便使用石膏模 是1958年开始 模具成型方法则是前一部分采用石膏模挡梯 后一部分仍用手工加工修整 石膏模具的作用是成型紫砂头梯 这要比纯手工拍打成型 省时又省工 特别适用于同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 例如一些低中档的商品货 可以达到规格统一、大小一致的要求 适应纪念籍籍类的大量运货 石膏模具成型非常简单 首先是创作设计者要构思 并制作出一件紫砂头作品 然后根据样子翻出一幅母模 再胶筑出一批石膏模具 供成型技工制批所用 水沙艺术品也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 烧成是紫砂头的最后一步重要环节 一天的装烧还必须注意放置合理的摇位 控制火候的温度 掌握温差的湿度 才能使颜料发色效果恰到好处 特殊的作品必须用特殊的摇具来保证完好的烧成 烧成时 有时必须配上电圈或是拓子 这样可以防止炸裂 作品通过烧成以后 即显示出已可已可入的变数 显示紫砂才是内部的金鱼类 紫砂艺术潮是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 技艺精湛的传统文化艺术 能给人类与精神生活每个享受 但是人类对艺术的享受是无止境 以自然界物体形象为源泉的紫砂花货制作地域 因在历代艺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之上 不断创新 充实紫砂艺术潮的宝库